就一点点 一点点也行啊 幸好陛下有先进之命 果然是有人想要刺杀皇才人 将军 此次可如何处理 就按陛下所说的 悄悄处置了 好 陛下驾到 陛下突然前来 有何要事啊 朕是想问问太皇太后 关于皇才人被贬夜庭局之事 陛下 身为天子 应该以朝中的大势为重 后宫之事 一向都是哀家来处理的 今天陛下亲自来过问 莫不是因为皇才人 得到陛下的宠爱 所以陛下认为哀家处理不当 恰恰相反 朕觉得太皇太后的处罚 甚是得当 那皇才人狂妄自大 口不择言理当授罚 后宫想要干政 朕也绝不姑息 特别是那些手握大权 肆意操纵皇室宗亲的后宫外戚们 不论是前朝的杨贵妃也好 周五后也罢 后宫干政 向来就是影响深远 朕一直引以为戒 也不希望此事再次发生 陛下多虑了吧 一个小小的才人口出狂言 哀家为了规整后宫的品行 才罚了他 陛下说到干政 严重了吧 严重的是一个小小才人 在这宫中 竟然还有人想要暗杀他 这岂不是无法无天 幸好朕 及时派人将那行凶者逮捕 那行凶者 有没有供出背后主谋 朕已命人将他就地正法 朕不希望利用他 把幕后主谋逼得走投无路 但倘若皇才人再有什么不测 那朕不管这幕后主谋 地位有多么的尊贵 亦或是朕多么亲的亲人 朕都绝不顾心 太皇太后是朕的皇祖母 您年事已高 宫中大小事物繁忙 难免劳神劳心 不如借此机会 好好地歇息 调养身体 以后宫中大小事物 借由他人处理 如何 陛下的孝心 哀家明白了 一切 就哀家明白了